上菜了 我的妈呀 哇塞 肥子好大哦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赶海小张啊 今天太大潮了 海边有点小风 这边的潮水啊 它是在往下吹的 我今天带了个石头网 带了个鱼 咱们上去干啥吧 走 这个水坑里面有鱼啊 哇塞 好几条鱼啊 你看看 这个鱼不能往往啊 哎呦 黑 哎呦 哎呦 没有搞到 出来 哇塞 啊 带网给抓鱼真是好过瘾啊 你看这一条 好大啊 这是个暴风 哦呦呦呦 你看 哇塞 哦 漂亮 不行 先放洞里面 坏了坏了坏了 它刚下来就叫鱼 哎呀 你笑什么 上面这条大 这上水里面我不太好抓呀 它上那边去了 过来过来 看来又被鬼虚了 头上了 不用手抓 把它弄上来 弄住它的头 我还不相信我们 哇塞 哇塞 我一下没弄住哎 怎么办 天呐 我刚刚为什么要拿出来 我还原 挺好抓的呢 出来了 抓掉了 下面好像有一条海蜜 这水一下子被我弄红了 快快快弄它 一条也绕不住 好 看看快 哦 漂亮 这边 哇塞 这条好大哦 这条大哦 快弄它哦 大哥你过来 哇塞 这条好大哦 哇塞 好浑啊 快快打点水 哇塞 这下过瘾了 下面还掉海蜜 搂它 我们两下呢 这 不知道在哪里 确定吗 嗯 就是了 下去搂它啊 然后回家吃它 我都吃着它了尾巴 过去了 上小网里 我搂回 鱼呢 水一混了就不好抓了呀 在这 哦 进来 哦 抓到了 抓到了 到死角了 我躲住它 我那小网 这就躲住它 哇塞 它它 它能抓了 死角你也不抓住它 如果拍摸不得 哪有时候得去抓呀 那个站那吧 嗯 我弄不了 我你是 它这水太深了 我抓不到它 不要了 哎 不要了 不要了 我抓不到它 哇那边也有鱼 看那边的水坑里面 我们来抓这个吧 天呐 这里条好大的石斑鱼 这条好大哦 动住它 哎呦 哦 石斑鱼也游走了 我拿着蒙哈 这条鱼好大啊 我看 哎呦 控制它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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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玩 今天是喝起来玩笑的 哇 上这了 我的妈呀 上来 上哪去了 还在哪一块 再往上这 往这 往哪 你看这边那个石斑鱼 是一个浮河的 我们知道是有火抓的吧 这有怎么回事 这上面睡觉吗 在这 这 这底下有条鱼 我两只手进去 一举拿下它 哎呦 你看这条鱼火抓 这个可以 嘎了 里有 我的 哈哈哈 把它穿后面面 这是 这个 大石斑鱼呢 它不能不要它 那条太值钱了 一看就是很值钱 这个下面还有一条鱼 是吧 水太深了 哇塞 暗路了 哇 这条鱼跟那条鱼是一样的 好长啊 说了说了 是吧 鱼上哪去了 撩它 在那 嗯 这边 我去 是吧 成长的太好了 一手握住它 我去的 你还真会躲呢 哇 收收收收 哈喽 哈喽大家 我是赶喊小张啊 现在我正在准备收拾行李 带一些衣服 要去参加咱们那个西瓜Play啊 今年很荣幸呢 终于参加上了 听说那个 酒寨沟啊 咱们今年去的是酒寨沟 那里特别的冷 准备这些厚的衣服 这个羽绒服我都拿着了 我怕到那边特别的冷 以防万一吧 听说那边是高原 嗯 可能会有高原反应 因为我现在是在日照嘛 咱们先得开车去青岛坐车 然后从青岛那边 转机 先到成都 再从成都飞到酒寨沟 现在是晚上7点多钟 我们开车去青岛 大约8点多钟就到了 现在是8点半啊 我们已经到达青岛的这个飞机场了 然后刚刚取的登机牌 10点50的飞机啊 我们要在那里等两个小时多呢 我们先上去吧 现在是晚上10点时风了 刚刚坐上这个飞机 10点50才起飞 3点多钟才到 要等好久啊 感觉好饿啊 又有点困 飞机起飞了 你们看一下夜景漂不漂亮 现在我们已经下飞机了 然后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 现在已经深夜两点来中了 你看这个下了飞机 天光无作美啊 下起了雨了还不小 我们已经睡了一觉了啊 现在是第二天早上 我们咱们先找一点吃的 那边有一个 鱼米线 感觉还不错的样子 吃饭一碗 红烧肥肠面 这里的人一清早都要吃这么辣的嘛 你看这个汤里面 红通通的呀 都是这个辣椒 来上一口 这辣度还可以 不辣呀 就是一个红香而已 在里面再来点醋吧 来一口肥肠 我叫了一两个面 一会一会还要去逛 还要吃别的 还要去吃火锅 早上吃的比较晚 所以说先店一口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成都的冲西路 这边有那个烤蚝皮 咱们来一口尝尝 这个雨啊 没有要停的意思 找个地方 在这边吃上一口 那边是年糕吗 糯糯的 一定有那个指尔根 香菜 我叫个五花肉的 有点那种辣椒的感觉 那指尔跟我有点吃不惯 味道怪怪的 好新啊 这边的口头不错 买点鸡回家 给朋友们尝尝 感觉好肉人啊 麻辣辣辣的 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 是这个太谷里 刚刚在这边逛了一圈 感觉这里的穿搭太时尚了 不太适合我这些打鱼的 逛内了 找个地方喝点东西啊 点的这个 是不是特别漂亮 发现这附近的这条街上 好多这种小店 卖一些制的 或者咖啡店 特别的别致啊 特别是淡奶油 很香啊 这小熊帽的发布 戴上漂亮吗 怎么样 这个怎么卖的 不看 好嘞 拿一个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 看展现了 这边有个水粘洞 咱们进去看看 这边是个店 这边是个小玩意儿的 这些都是兔兔 哇 都是好吃的耶 看一下 臭豆腐 来成都必吃的就是火了啊 这个是鸭血 看起来就特别的嫩 咱们给它全部下到辣锅里面嘛 成都这边的小料都是这个油碟啊 哇 看起来 红红红的 不知道跟我们在日照吃的有没有区别 嗯 这大锅不辣呀 这鸭血特别的嫩啊 里面还没有完全煮熟呢 口感特别的好 这鸭血很好吃 在这倒是没有吃不掉 听说在成都吃火锅 一定要喝这个啊 唯一 尝尝 就这个豆奶 它挺好喝的 说实在的啊 这个辣锅挣的一点都不辣 看来人家这个食材真的是可以啊 吃到嘴里面感觉很新鲜 这个鸭血点的是两份啊 分的太好吃了 再继续下到辣锅里面 这个猪脑做的是太新鲜了 嗯 下到辣锅里面 先从转 这个猪脑花应该熟了 哇 有没有吃火锅就喜欢吃这个猪脑花的 太诱人了 太嫩了 真的太香了 我刚刚听回这个成都的火锅不辣的这句话 这个火锅真的是越煮越辣 越煮越辣 辣的真的生入骨髓了 又麻又辣 啊 满头大饭 不过吃的 真的确实很过瘾啊 明天要去酒寨锅了 咱们酒寨锅再见 拜拜